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光音效巨佳 座椅宽敞舒适 让法国巴黎这间电影院 主打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厅 座无需席 当局数据显示 去年进法国电影院 观影的民众 达1.52亿人次 相当于疫情前水准的四分之三 显示产业复苏状况不错 也让各大业者 纷纷出招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客 此中老顾客再不绝口 巴黎东郊这一间电影院 则是号称以最合理的价格 给影迷们最多样的选择 业者表示长期的坚持终于看到成果 去年的来客量更是开业以来的第三多 尽管欧洲才走出疫情就面临乌尔战事带来的通膨危机 不过就算生活水准再高 许多欧洲人似乎都不打算放弃过得精致 尽管出国度假可以暂时放弃 精品消费上也能先缩手 不过总是得外出找点乐子 而好英国《卫报》报导 包括演唱会和音乐剧等现场表演的一文产业 2023年将会需求强劲 像是国宝级歌手阿尔顿强 宣布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出 就在格拉斯顿博里音乐季上 而这一场国际知名的年度音乐盛典 更以成本增加为由 将票价大涨近三成到三百四十英镑 约合一万两千六百块台币 也使得粉丝不少大吃一惊 不过还是表示飞去不可 显示荷包在寿 生活的仪式感也不可抛 欢迎新闻罗路小平最后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